哈喽的达干猴 前方为何是鸡飞狗跳管 原来又是你大收割驾到的 大家现在都管这个穿越火线叫做换绳火线 这没办法 版本答案了 一代版本的一代神 现在换绳就是厉害啊 在如今啊 以前那些英雄机狙枪的地位 连喜爱夫送的M200皮肤版都不如啊 现在玩家用的最多的普通枪 就是M200的那些皮肤版 这些没有换绳的玩家 就会选择用M200的皮肤版 难说以后喜爱夫会出更离谱的武器 但今天我就不用换绳 我就要用这个喜爱夫的第一代英雄机狙枪的天龙 我就非常不满意这种不良的风气啊 跟如今的现实社会是一样的 那女的拍照就爱拍胸 那男的拍照就爱拍车 谁知道你照片里的胸是不是你的 谁知道你照片里的车是不是你的 还有那纹身的都怕热 还用苹果的都没兜 那戴着手表的总爱用手去拍腿 妈度那个金牙你就总爱咧个嘴啊 不可以我们说回来天龙这把枪 曾经的他也是无限的风光啊 虽然当时很多人吐槽这把枪影响了 游戏平衡 但就算如此 当时他的地位也远不及现在的幻神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玩家喜欢用重局 不喜欢用轻局 而且天龙的速度三快 但是他的伤害没有那么高 然后他的速度也没有离不到幻神的那种程度 如今的天龙啊 他就是一坨很大很大的 幻神干处的那会儿 我还可以拿天龙去手冠之城乱刷 现在拿天龙去打手冠 我是真的没有那个心情 很难开得出第二枪第三枪 因为打下局都太快了 不妨我们去打爆破就是了嘛 不得不说这个天龙切杀音是真的很有感觉啊 我以前发视频啊 所有们都说这个天龙是我的大老婆 我一拿起天龙 弹幕就玩耿针的刷什么游戏结束游戏结束 刚用幻神的时候呢 所有们又说啊 我这个喜心厌旧 说我抛弃我的大老婆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当时就是年轻啊 就知道说别人 不知道说自己 你们现在不用幻神吗 啊 我知道肯定又有人要说 我还真的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用过幻神呢 你那是不用幻神吗 我都懒得拆穿你我跟你说 你要么就是和我一样穷 你舍不得冲呗 你要么就是和我一样黑 你冲不到呗 我说的对吧 不过也无妨啊 妈最近这个幻神号这么便宜 你不会去低价买一个号来玩吗 那 看见视频左下角这俩微信没有 大家平常如果有买卖号需求的 可以加视频左下角这俩微信 CF80699或者CF80688 如果你不想玩喜爱福的 想退坑喜爱福 那你可以加这俩微信来评估一下你的游戏价值 觉得价格合适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出 卖号一小时内到账 买号找回包培亚 安全有保障 有需要朋友可以加V了解一下 这两个微信加一个就行了 确计不要重复添加 现在用过了幻神在拿天龙的时候 总会感觉有点别扭 你们觉得他很慢 这就很容易导致我们要么打盲剧 要么就开不出他枪 还好我玩了一会就慢慢习惯了 看我这把秒单的反应开局先聚一个敌人 还没来得及放下手机 就又刷起了抖音 把EC咧 我尽量快一点结束让你敢下巴 随机我来到的小道 一个大跳顺掉一个 紧接着大拉出去 空中再顺一个45度下 有人打敌人枪 扔出手雷直接鬼跳过去 根据手雷的跑步线 他完全想不到我能这么快过来 我再顺一个 味道不对 不是他 还有一个狗 一样灵敏的味觉 继续找人杀 跳到45度 直接顺去一枪中俩 另外一个人打腿了 但是我就是不用手枪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但我却连续空枪 还是用手枪枪 最后一个人给我 我八连杀 我八连杀你妹 这杀的是真爽啊 不过现在写爱服 天龙也就只能打打暴霍了 你要是拿天龙去打打狙击仗 那真是骂得抠脚啊 那些幻神新神 直接就给你打的点 你妈都不认识你了 你总不能回回堵人家空枪吧 你看以前那些骂天龙的人 骂得多狠 你当时有没有想到过 那个688的神器 在后面会比这些送的剧还要弱啊 所以说现在你骂幻神强的离谱 破坏游戏平衡 你打知道以后会不会出更离谱的神器呢 我记得我以前看那个 历仗视频里的那些神器 就那个剧啊 那个剧比幻神还要快啊 所以说想要让游戏里的一代神器陨落 要么就等着能超越它的新神器出现 要么就是让游戏官方削弱它 当然这个策划说过是 不会调整武器的参数 不会削弱武器的 所以说超越幻神的新神器呢 它是迟早会出来的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了 拜拜